辦公室內所有人都努力為公司效力 而在職場上 人才的價值很長都是以薪資反映 對於員工來說 想要領高薪也就必須靠自己 當初在選擇工作的時候 主要考量就是 可能當然在薪資福利的水準待遇 然後以及這個職位 或者這個position本身 它未來的一個就是成長性 不論是在現在在公司 或在未來可能轉換 其他公司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機會就是可以再往 下一個階段來邁進 要有穩定可期的職涯 就必須選擇有發展性的職位 尤其工作最大的目的 當然是為了生活 薪資未來是否也看好都很重要 也有許多上班族 會將年薪百萬作為目標 我覺得就我自己而言 然後不會是就是一定會把 可能一百萬這個數字 當成一個門檻 或是一個就是 因為它畢竟就只是一個數字 剛好可能我們以 就是台幣計價的話 會聽起來比較剛好這樣子 但其實當然實際 就是去追求 就是這個薪資的成長性 一定也是為了自己 可能未來 不論是財務上的規劃 然後或者說可能以現在 可能通貨膨脹的時代來說的話 可能不論是生活的成本 或是未來可能如果有 買房計畫等等 不同的家庭等等的成本的話 還是會需要去考量進去 其實年薪百萬來說 有應該兩個方法這樣 第一個當然是挑對產業 其實行政院主計總數 其實它有一個統計 那基本上我們就去看 所謂的中位數 產業薪資中位數 因為基本上中位數 是一個比較客觀的一個標準 你只要差不多在這個市場裡面 是薪資中介的人 你就可以靠近 我們講說年薪百萬 那確實有兩個產業 它的薪資中位數 其實是比較靠近百萬的 一個就是金融業 然後第一個就是科技業這樣子 生活的壓力促使大家努力追求高薪 是必然 除了從產業別下手之外 在多元的發展中 也有人選擇以斜槓的方式 為自己加薪 當然就是說外送拼命在這上面 這個接單 增加你的薪水是一個方法 但是長遠之際 這個隨著這個老狗 自己本身的體力的衰退 還有這個 這些在路上的風險性的提高 所以勢必你會必須在某一個時段的時候 比如過了幾年之後 你就開始要想要轉型 可是在轉型的時候 你再找另外的工作 其他的行業就 這個主管就會看你過去的經歷 所以那個經歷是很重要的 要往金融業或科技業靠攏 不是說不行 其實它確實有一定的挑戰 因為以我們台灣的就業勞動力來說 其實金融業就業人的勞動力 才佔大概3%到5%而已 然後科技業再加上軟體秩序 我們把它算在一起 其實也大概差不多 接近20% 所以兩個加起來 其實也才差不多25% 緊繃最多 把好一點的傳統製造業加進來 也才30% 也就是說100個台灣人 可能大概只有接近 大概25到30個人 才能在這個產業裡面服務 年薪百萬的工作讓人嚮往 但也只能是各憑本事 就有四大重要的因素決定 你可不可能成為百萬年薪的族群 那我想第一個就是你選讀的科系 那第二個就是你是不是有跨領域的學習 還有跨專業的這個專業的學習 那第三個就是你的語文的能力 他的這個專精程度 還有種類 那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就是在 我們通常學生在大學的學習階段 可能跟師長 或是這個學長姐 有一個相處的一個態度 學者點出四大項 決定你是否能成為年薪百萬的一元 前三項圍繞在專業技能 如果學生時期沒有做足準備 只能靠其他時間學習補強 但最後一項則是工作態度的展現 應對進退做得好 也能在職場上留下好的印象 兴許有個好機會 主管第一個時間就會想到你 TV月新聞 鄭盛惟 朱光宏 謝丹慈 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